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先聊聊什么是人造肉 人造肉顾名思义就是人工制造的肉类 某明星代言的所谓人造肉 其实全名叫做人造植物肉 现在国内市场上所有的健康人造肉 都是这个东西 这其实是一种通过物理压缩和化学调配的方法 把植物挤压 剪切 编制 再添加各种成分的添加剂 做出来的一种仿真肉 而且这个也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 早在四五年前 这个概念就已经在欧美国家风靡了 凭借着健康 环保 人道主义 这样的标签 加上研发者编写的满分小作文 植物肉获得了无数投资者的拥戴 连比尔盖茨和莱安纳多 都是其忠实投资者 这个项目也在数百亿的投资中开始运行 然而在植物肉开始量产进入市场之后 糟糕的口感 恶心的味道和离谱的价格 让它遭到了市场的抛弃 欧美国家根本没有人愿意买这个东西 有人做了相关的测试 发现狗和蛆 这俩连屎都不介意的动物 在闻了植物肉后都不愿意咬一口 甚至别说狗和蛆了 连大名鼎鼎的环保少女都不吃 在这样的情况下 欧美的各个资本家们 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这个项目 可是植物肉这个技术已经开发出来了 还有大量的植物肉成品堆积在库房 怎么办呢 在这个时候 国外的厂商把目光投向了中国 于是乎从去年开始 国外开始疯狂向我国灌输健康植物肉这一概念 有和之前忽悠欧洲投资人的套路 继续忽悠国内的投资人 结果他们在国内获得了千亿级别的融资 甚至于某国内肉类加工龙头企业合作 开始在国内销售高端先进的植物肉 这也是为什么前段时间 各大快餐行业纷纷推出植物肉汉堡的原因 然而同样的套路换来的是同样的结果 西方的资本家们坐不住了 产品已经生产出来了 如果不想办法销售 那就只能烂在手里了 怎么办呢 在和国内的厂商一番商量和勾结后 这些人改变了营销策略 从健康和绿色环保这两方面入手 他们花钱请明星为自己代言宣传 也就是我们开始提到的那一幕 这些商人和明星合作 忽悠消费者称 植物肉比动物肉健康 处理的过程也比动物肉安全 没有病菌和细菌 而且完全没有油脂 年轻人吃了能减肥瘦身 中老年人吃了能掩年益授 然而这个植物肉真的健康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且不提他们使用什么品质和状态的植物 做出来的这些纺针肉 正如先前提到的 这些植物肉为了迎合市场 为了仿制出肉的口感和味道 所以它们必须添加各种各样的添加剂 植物的颜色不像肉就要添加色素 植物本身不能模仿猪肉的味道 那就得放香味添加剂 植物没有肉的口感 还得调上化学凝胶 为了延长保存时间 要添加防腐剂等等 试问 这样一个提供不了营养 还充斥着那么多化学添加剂的植物肉 能有什么健康可言 这里顺带为大家科普一下 我们人类之所以要吃肉 除了满足口舌之快以外 是因为肉类中还有人类无法自主合成的八种氨基酸 我们可以通过摄入肉类来获取这些氨基酸 而且大家都是动物 动物肉内的氨基酸比例 基本上和我们需求的量是相同的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吃肉的原因 如果长期不吃肉 身体会变得虚弱 抵抗力下降 脏血功能和脑运动能力严重降低 而这些都是植物肉所无法提供的 除了健康这个点 毫无根据以外 环保这个点也是漏洞百出 许多植物肉厂商都会宣传一个问题 那就是动物在被养大的过程中 会排放多少温室气体 会浪费多少水资源 占用巨大的养殖面积 用植物肉则没有这些问题 所以植物肉更加环保 但讽刺的是 畜牧业的碳排放 仅仅只占全球碳排放总和的8% 我们提到过 植物肉是把植物通过物理挤压 剪切编制等方式制作完成的 而这个过程中 需要通过机械 用极其复杂的方式完成 机械运行的过程中 造成的碳排放 使用的水资源 可能远比一块肉浪费的资源多得多 而这还只是植物肉 制作过程中的冰山一角 我们之前提到 为了让这些植物饼 有肉的味道和口感 必然会添加许多化学添加剂 而这些添加剂都是需要化工厂制作的 在这个过程中 造成了多少化工废水和碳排放 又有多少废水被排到湖泊海洋中 有谁去计算过的 看到这里 想必不少观众应该猜到了 这个所谓的健康植物肉 说白了 其实就是西方典型的信息插片局 他们把自己跟狗都不吃的垃圾扔到中国 逼着我们去吃 我们不吃 他们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指责我们不环保 自己有病 却让别人吃药 如果这些东西真有这么好 为什么他们自己不吃 还要推广到我们国家 西方世界总是喜欢用中国 是世界第一肉蛋奶消费国这件事情 来打压我们 搞道德绑架 但实际上 中国人均肉蛋奶消费 仅仅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 但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 却对此视而不见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环保问题 满口道德人意 心里全是生意 如今我国在环保问题上 贫出喜讯 努力吃出造林 实现碳中和 把三分之一的库布奇沙漠 变成了绿洲 创造了六千多平方公里的绿地 相当于八百四十个国际足球场 十三个粉底缸 但西方媒体却对此不闻不问 说白了 还是为了利益 他们谋划了这个陷阱 想要把我们框进去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擦亮双眼 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蒙骗 努力的过好真正健康的每一天